为净化地球尽一份力 来看这一群环保小煎兵 活泼的手语和生动的话剧 增强对环保观念 你学到什么 我学到可以环保垃圾 那什么环保呢 像那些纸上没有鞋嘛 不用乱留 还可以再用多一次 环保要从小扎根 校方要请带妈妈带动 从小灌输环保的知识 小孩子学习的也比较快 那么效果会更好 在课堂上老师一定会再重复的 给学生练习教导学生 希望学生回家 他会把这个资讯带回家去 希望父母会配合 2009年古静中华小学第五校 落实环保 一开始一年只有两次 经过多年努力 现在每个月都有资源回收活动 这些什么啊 油桶啊 皮静啊 透过比赛带动风气 所以每一次都有记录 他们的环保种子 我们当时是学校分刷 我们学校的资金 地球妈妈现在已经很 越来越严重了 如果再严重下去 是会影响我们的环境 将环保理念带到家庭 亲师生一起实践 大一新闻 这是美志工 马来西亚报道